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汉娱乐节目 我是Peter 有句话说 取妻当取然 一个好的妻子 可以令到你的家庭越来越兴旺 而一个不升任的妻子 可能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搞到家庭人心不灵 现在社会人的生活压力是相当大的 在一般情况之下 男人在家庭之中 是需要负担起主要的养家活头的责任 是一个家庭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男人在家庭上和工作上 难免要承担起不少的压力 难免是有不信心的时候 一个体贴的妻子可以在丈夫不信心的时候 能够包容体贴丈夫的情绪 关心丈夫的工作和生活 一个善解仁义能够体贴丈夫的妻子 可以说是男人最大的支持和精神之处 一个好的妻子也会懂得经常感谢和称赞自己的丈夫 感谢丈夫对家庭的付出 称赞她的生活和工作 因为妻子的体贴和适当的称赞 男人会在工作上和家庭中 得到感觉感和成就感 也会更加尽心为家庭付出和打拼 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父母和妻子 因此男人自然会希望自己的妻子 能够好似自己一样地孝顺自己的父母和照顾 但是在很多时候 妻子之间的矛盾是破坏家庭和婚姻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经常都会说百幸孝为先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娶到一个孝顺的女人 这样就可以避免家庭矛盾的激化 一个黄默的家庭很自然就会形成 老实说如果妻子关系搞得不好 男人夹在两个人的中间是非常痛苦的 会因此而产生极大的压力 如果处理不好 严重的话可以导致夫妻失和和最终以离婚收场 如果妻子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 这样才是夫妻关系能够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好的妻子能够对双方父母都孝顺 将对方的父母都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照顾 这样才是一个美满家庭 勤劳的妻子会注重小孩的家庭教育 会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丈夫每天回到家都能够吃到可口美味的饭菜 家人都能够感受到家庭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 这个婚姻就是最幸福的婚姻 拥有一个勤劳的妻子 可以令到男人不需要粗心家庭的事情 能够安心地在外面打拼他的事业 因此勤劳也是言为妻子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好的妻子 还要有好的稳得 夫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 很多时候妻子都会支持丈夫所做的决定 但是如果丈夫有一些决定不是好的决定 或者是行为和动机都不好的时候 妻子就需要及时提醒和劝介丈夫 要小心不要误入歧途而造成损失 当两个人踏入婚姻之后 双方必然会开始将精力放在家庭上 为营造幸福的家庭而努力 但是今时今日女人越来越独立的时代 很多女性是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的 如果两个人有了孩子的话 这个时候妻子能够愿意为了照顾家庭 为了养育儿女而放下自己的工作 这样的女人是最值得男人感激和珍惜的 男人如果能够遇到这样的女人 也是男人最大的幸福 另外一个家庭生活品质是与妻子有密切关系的 言为的妻子是能够营造出一个好的家庭气氛 令到家人会觉得舒适 在朴素的生活里面能够体验生活的美好 家是幸福的港湾 是温馨的港湾 是维系夫妻关系的楼大 一个善于持家的妻子 是会将家里面的所有事情都处理得稳稳荡荡的 这一点对丈夫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支持和助力 因为他不需要再为家庭的琐碎事担心和烦扰 男人在事业上才能够更加有力量充斥 男女成家之后 经常都会需要招呼亲戚朋友和打理好邻居之间的关系 而好的妻子在人情世故各方面都可以表现出热情和好客的耐心 将亲戚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关系都能够处理得很好 这样是能够增加家庭的和谐气氛 两夫妻是最亲近的人 妻子的说话和表现对于丈夫的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妻子能够对丈夫多些支持和鼓励 这样是能够帮助丈夫 拥有正面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对生活对家庭对事业都会充满信心 如果妻子对待丈夫 只是懂得讽刺抱怨和扎难 久而久之男人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 和渐渐失去斗志 对生活和工作没有了一种激情感 其实夫妻之间只有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才能够令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日子越来越美满 两夫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 夫妻之间是应该要互相共患难的 男人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还有一个对你鼓励和支持 不离不弃的女人 她就一定是一个好的妻子 你应该好好珍惜她 不要辜负了她对你的一片真心 各位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和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